高雄的人武區一家工廠 今天上午是傳出發生一起凶殺案 這是一名52歲的王姓男子 被人發現全身被凶險砍殺多刀之後 沉屍在工廠裡面 最近狀況如何 我們連線給記者李維珍 好的 主播可以看到這間工廠裡頭 現在工作人員都相當的手忙腳亂 因為稍早之前這裡發生了一場凶殺案 我們來聽一段現場員工的說法 一早來看到 台灣公司裡面有一種 那麼根據了解 死者是一名擔任幹部的王姓男子 員工說凶手疑似 就是之前在這邊任職的同事 他和死者前一晚發生口角 那麼男子是表示今天就要來辦離職 沒有想到早上 他卻是拿著開山刀到公司來 一看到死者就立刻衝上前去砍人 那麼男子是當場倒在血破中 最後因為傷重不治 而砍人的男子也立刻的逃離現場 那麼工廠外面的地上 都還能看見留有一些血跡 真的是相當觸目驚心 那麼目前警方也已經鎖定凶嫌 要趕緊把人給逮捕到案 以上是目前我們現場掌握的最新狀況